这个十字回球也是没想到会把另外一颗球赶到带口 而且主球还真的就看得到这颗球 其实主球真的很不容易看得到这颗球 中间可以挡路的球有很多 要偷一点赛 要偷的 而且不见得偷得到 这个球因为不是一颗带内球 是一颗带口球 所以可能会选择组合球来打 好 偷赛 想很强的左赛 堕杆来打没有打紧 你看这个球带口球不是带内球 带内球就是碰就进了 带口球你还是要打准的 但是这个准度可以稍稍的有一些误差 但显然不是一颗堕杆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用堕杆的话 对于精准度的想象 撞击的精准度你是很难控制的 小伙动把球放到了最底下 这个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 因为落到下方的时候 左边有球 那他现在只能打拉杆回来 所以很辛苦的 就是在斯诺克球台上尽量少打这种 让自己觉得未来不太可控的球 比如说一打台面上有三颗球在飞奔 你真的不晓得哪一颗 或者撞到哪一颗就去了带口了 打进落点还不错 斯诺克球台上安全球的原则是 尽量让自己动 别的地方都不要动 如果有东西要动的话 至少知道它怎么动会去哪里 这是一个原则 如果安全球的原则当中 这两条当中有任何一条不符合 可能就不太安全了 没有分 七分 九分 十分 十五 十六 现在我们有点赞 三分 三分 二十五 二十五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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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下吧 21 22 22 拉杆一颗先过来 好球 力道控制非常好 30 大家在等着超分的那一刻 终于是打进超分了 肖东也是只能接受自己拿亚军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在国内的比赛 肖东亚军也是拿了不上次 对 哦 还是打进 这个是 十一 老球 两颗星 倒拉的 反散 回来 漂亮 十七 中锅九 没打听 没关系 五十九分 比较结束了 两人太熟了 吃住都在一起 所以也是为自己的兄弟来加加油